今天要讨论的是房市的话题 原因是因为这个话题是 台积电要南下这个议题的加持 所以台南跟高雄两都的新建案 需求量就暴增了 而且甚至台南标出来了一个新的数字 说台南一到十月的交易量 两万两千多栋 这个已经是县市合并以来的新高数字 放眼望去台南高雄的空地 这两年陆续盖起新建案 还没推出就秒杀卖光 根据最新统计 在2021年一月到十月移转栋数量 台南两万两千一百四十六栋 是县市合并后最高 高雄三万五千三百八十一栋 是2016年以来新高 是以刚性需求为主 所以除了像山明区 凤山区之外 古山佐营其实也都是 移转栋数应该会量蛮多 所谓的移转栋数 全名为建物所有权 买卖移转栋数 完成登记购户的建筑物数量 是新建案加中古屋 高雄台南这几年 有台积电加成效益 全台房市最热 台南九月移转栋数 两千两百二十一栋 增加百分之十八点五 创下史上最佳九月记录 十月只有一千八百六十栋 减少百分之七点三 但也是第三季最佳记录 像永康 淡化还有安平 有一些新的建案 还有中古屋的交易 相对是比较热弱的 高雄的部分 九月移转栋数 三千六百七十七栋 增加百分之四十点七 十月更多 四千零七十九栋 增加百分之十点九 持续上涨 但房市热弱 真的只看移转栋数量吗 那如果分析出来 中古屋一样是热弱的话 那我们认为 这个阶段看起来 房市的交易是确实是热弱的 新建案交屋动辄上百户 会直接影响移转栋数 中古屋更能观察房市走向 无论新建案中古屋 台南高雄房市持续看好 往后两年评估下来 也只会越来越热弱 三选湖心股仙 台南高雄房市持续看好